深水埗發生一宗傷人案 現場留下事主的血跡 事發在上星期六晚上11點多 一名非華裔男子在桂林街對開 和朋友聊天期間 突然一輛黑色私家車駛近 四名遲到男子下車後 狂斬男事主 他走臂不及 手、背和腳受傷 到手後返回私家車逃離現場 警方接報到達現場後 拉起封鎖線調查事件 至於受傷的男事主 清醒被送往醫院治理 警方將案件列作傷人 並正追緝4名涉案的本地男子歸案